1908年冬天,光绪皇帝病重,慈禧太后下令将溥仪养育在宫中,不久后,光绪皇帝病逝,年仅两岁的溥仪继承了皇位,成为清朝末代皇帝,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,因溥仪年幼,就由龙玉皇后和再奉设政,并改年号为宣统。 辛亥革命爆发后,清廷人心惶惶,溥仪更是下罪己诏,忏悔自己的过失,但已经于事无补,四年,袁世凯软应兼施,龙玉太后临朝称制,并以太后的名义,颁布了推位诏书,溥仪推位,也标志着清朝的灭亡。 虽然不再是皇帝,却被允许用皇帝的尊号,居住在紫禁城内,且每年有四百万银元的优待,太监,宫女,一应俱全。 1924年,溥仪离开了住了18年的紫禁城,移居到天津租界张元和晋元。 918事变后,溥仪成为维满洲国的傀儡皇帝,据他自己的回忆,当时被日本人装在一个木箱子里运到了东北,然后被迫做了皇帝,曾经清朝的皇帝,却被装进了木箱,也挺悲催的。 1959年,53岁的溥仪被特赦,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。 有一天,溥仪和他的朋友沈岁来到故宫,沈岁买了两张门票,随手递给了溥仪一张,溥仪有点惊讶,并问道,现在我到故宫来玩,还需要门票吗? 沈岁先吃愣了一下,先后笑着回答溥仪,现在故宫已经对外开放,游客都需要买门票的。 溥仪拿着故宫的门票,没有再说什么,就跟沈岁一起进去了,也算是故地重游。 从此次之后,溥仪再也没有游览过故宫,后来,溥仪找到了沈岁,两人一起来到了锦山公园,沈岁当时有点纳闷,为何溥仪突然要到锦山公园来呢? 锦山,在明朝永乐年间,曾在此堆放了不少梅,故那时候称为梅山。 明朝末年,立自成大军攻入京城后,崇祯皇帝在梅山上吊自杀,还是在一棵歪脖子树上。 当时跟随他自杀的人,仅有一位叫王承恩的太监,不知崇祯皇帝闭眼之前,内心是否曾五味杂臣。 来到锦山公园后,溥仪没有欣赏公园内的美景,而是直径走到曾经崇祯皇帝上吊的树下。 独自坐在树下的石头上将近半小时,沈罪明白了溥仪到锦山公园的目的,也没有打扰他,留他一个人在那静静地坐着。 此时的溥仪,望着那棵歪脖子树,幻想崇祯皇帝自一时的场景,内心感慨万千,一般人理解不了他的心情。 几年后,溥仪因病在北京去世,终年61岁,结束了复杂而传奇的一生,后葬于清溪陵内崇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。